要在畫面顯示 要點擊區 對 是在畫面顯示 只是基隆盒 你點擊基隆盒都會顯示 對 好 那大概呢 我們這一次的目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 這個資料會見起來之後呢 你可以很清楚地去慢慢地建立到說 這個是基隆盒 它的主流 它的主流可以分成二三個機動 把它用的光碟就在一起 所以當你進去基隆盒這個光碟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開來的起來 哇 自動是基隆盒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對 那我們這次要做的OSM部分 就是建立基隆資料的部分 以及呢 把它加上危機數據的標籤 大家可以跟危機數據的資料去做聯繫 這是我們這一次開放結束的部分 希望大家能夠幫忙貢獻的部分 好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現在你有沒有任何問題呢 大家知道怎麼去查這個河流的這個危機數據變號嗎 嗯 你在編輯的時候 打C的名字 它會關於自動的時候 如果第一個你要在危機數據上建立它 第二個 你建立完之後呢 你只要打那個C的名字 到底說它就會自動跑出來說 它就會自動跑出來有一滴東西 你按一下R就會自動跑查進去 所以就不用自己就往上面查了 它的編輯器可以幫你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它本身已經有一個資料破了 對啊 他說我們只是 把這兩個資料都連在一起 另外額外的資料再加進去嗎 嗯 第一個我們要把開放結束上的 河流的關係的那個資料建起來 第二個是我們要把這個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 跟危機數據的資料連在一起 這兩個部分 我這邊可以補充一個小東西 好 你借用電 可以 用電 我們去 危機這一邊啊 其實有先初步 作為部分的河川 有先建起來河川代表 互相的一個 menu 那 因為我們今天可以用頭前器 先做一個示範區 那如果我們在 先開引擎的營業 那開會直接還沒有 我們等一下 不要再開馬 直接趕快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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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BPF 那目前這個事務公司協力 包括水域族跟Lux 還有OEG 還有SNS的一個出戶程度 那你搜尋的時候 關鍵字就是目前110年度 然後核傳代 那出來之後呢 它可以到這一個Biz面 那當然它的Domainnet上面 其實還有很多相關資料可以看一下 但今天可能會比較先用到的 是有部分 在核傳代碼 它裡面有先公布了150億票 那當然其實理論上還有很多 很厲害的在一起 那目前這個是150條 它的定義是獨流路牌 那就是可能比較完整的圓頭 以及到核傳的一個物流頂 那在這裡面呢 150條 那當然這個是一些明明的規則 有興趣後續可以再點 那在這一邊它會有一些 核傳代碼跟它危機數據的一些對應 那這裡可以先從它的 最主流 或者是 誒為什麼有些好像很 呵呵呵 你的理論上之前大家知道那裡 或者是可能 危機那一邊還有一些資料在做 好,危機數據就加主流的部分 哦,只要加主流 應該加主流 應該說這一份 應該是 這一份是主流的 就加主廂管 哦 哦 所以資料有些已經加了 就沒有 沒有收到這裡 了解 那所以應該我們會在 投錢 像共産系中央管 就會有危機數據 那因為危機數據的 潮狀解構是有減下的 所以其實 我們在這一邊可以先去找說 最後我們其實最回歸到最上面的 或者最主要的關聯是投錢基的主流 那投錢基主流在進去之後 政府的資料他有相關的這一些資料 可以先做第一部分的對照 那第二部分的各位在危機板的上面 藉由這個危機的ID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 像他在這一邊 可以刮資料 對 他裡面的資料 我幫你有先見進來這裡面 所以他會用這一些殘照 可以用這兩個部分下去 先去做一個數目的 這樣 他就是 初步可以 應用的部分 他偶爾進一步 待會 大家在線的時候 遇到奇怪的事情 就會提出來 OK 好 那我們這個開放建築 不管怎麼知道 今天上庭我小滴就介紹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會請我們瑞琳來介紹 就是危機數據的一些基本的 他的為什麼我們有這個專案 不想幹嘛 以及我們要怎麼來貢獻他 我們這一次要怎麼來貢獻他 那最後歡迎瑞琳 好 謝謝